很過癮啊 因為我們戲殺青已經半年多了 然後呢 雖然我們中間呢 有不定期的聚會 但是今天算是全員到齊啊 非常開心 然後呢 更感動的就是 現場有這麼多的這個媒體先進 還有來自全台灣的各位好朋友 是我們腳頭 非常開心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其實我們呢 其實都有點這個後世 一講到拍照 大家的褲子要耍狠 想要耍娘啦 不會想耍狠 因為耍狠很吃力 很廢精神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講到腳頭 其實我們就想到當時拍戲的現場的狀態 氣氛 對 每個人就會進入不自覺進入自己 戲中的角色那個狀態 因為這部電影的規 可能會變成是限制性 那像現在通常都是年輕的學生 那很多人不能看的話 會覺得比較可惜一點 當然覺得可惜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 說真的啦 其實電影啊 它就是一部電影 你今天真的要學壞 也不會因為這部電影而變壞 但是我希望啊 這個 我們這個 國家能夠正視這個問題 其實電影就是 讓大家 進電影院看電影 然後呢 有一些想法 我們怎麼可能拍一部電影來叫小孩子變壞 對不對 我們都是藝人嘛 我們都有責任 都有社會責任 希望呢 在最後的這幾天啊 這個 有關部門啊 給我們一個機會 看可不可以改變這個限制性 讓這個 18歲以下的小朋友 都可以分享我們這部作品 嗯 像這個小小兵都變成保護級了 你會覺得這個好像也蠻 會規定還蠻誇張這樣 對啊 我覺得這個 今天先不要聊這麼嚴肅的問題啊 這個問題就交給老闆去處理 我們這邊現場就跟所有的影迷跟媒體先生 一起分享我們角頭的這個心得 大家一起聊聊天 比較重要 那聽說那個六號的時候 導演會去那個文化部 那你們以為你們會一起去嗎 我們就等電話嘛 需要的話對不對 落狼嘛 對不對 人該到的就要到 對不對 盡心盡力的支持角頭 不是說我們演員拍完就算了 對 我們也有責任 讓所有的人看到我們這部戲 這才是我們真正希望的 因為我們當初接這個戲 也是希望青少年 真的要青少年來看這部戲 讓他們知道 社會的另外一群人 他們的真正的狀態 而不是鼓勵大家變壞 我們又不是神經病 對不對 我們都是藝人 希望大家有正面的思考 這才是我們真正做角頭的一個心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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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希望我的同學 不不不同學 我希望喜歡我的同學 哈哈哈哈 緊張啊 緊張啊 就是 呃 未滿十八歲 如果他真的是限制級的話 真的就不要以身試法 那當然就是 我跟 洪哥 還有我們所有演員 其實也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不可能 拍一部戲要大家來學壞 我們 我們所有人 每個人的形象都很好 那 我們為什麼要演這個戲 其實就是一個逆向的教材 這我們也一直在說 對 所以其實 呃 長大以後 還是可以看一下 對 對 有很多未滿十八歲 但 再幾個月就十八歲了 那種就很可惜 他有跟我說 就啊 好可惜喔 再四五個月 我就十八歲了 我就很抱歉 沒辦法就是 就不要以身試法 所以大家傳說 你是特別去退了康熙的通告 最近 刺青的影集 是因為 怕有什麼樣的 有想法 是 是有什麼顧慮嗎 我有看到那個報導 其實 我沒有顧慮耶 而且 我的刺青 我的粉絲們也都知道 也沒有什麼好顧慮的 那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我也不知道 會 呃 有這樣的報導 那全部都是公司 在安排 所以 我沒有上到康熙 我也覺得很可惜 所以 其實 我希望我可以去上到 每一個節目 然後去做角頭宣傳 只是因為 剛好我也要寫歌 然後創作 然後錄音的部分 所以我的專輯有點趕 那就因為卡到這個關係 中間可能有誤會 對 所以其實 我也 其實沒有關係啦 沒有上康熙來上 像國光也是一樣的 對不對 是 所以王明還好嗎 王明 他在吹走 你 你剛剛問什麼 你想說你是不是熱到 去旁邊去散 對 剛剛有風扇 這邊有風扇 不好意思喔 我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 剛剛什麼啦 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 什麼 看你快熱壞 噢沒有什麼說法 謝謝 沒有什麼想法 OK 謝謝 謝謝